俄研发S-550犹如重磅炸弹 美媒担心X-37必成为打击对象 美国国家利益19日刊文称 俄防长邵一股早前宣布研制最新S-550防空导弹系统的消息 如同抛出一颗重磅炸弹 特别关注其能够机动拦截洲际导弹和高生存能力 尤其是俄消息人士强调的太空攻击或太空防御作用 随后这也引起俄罗斯媒体的注意 文章认为S-550的角色定位 可能相当于填补美国标准 三不拉二反导导弹和陆基中断导弹防御系统之间的空白 文章还猜测俄罗斯研制S-550 可能意味着从S-500分离出的导弹防御能力 可能经过改进以更可靠的对抗洲际弹道导弹 目前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基本的S-500最 中导弹防御能力低于最初预期 或者说S-550最终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比S-500要高得多 在激烈冲突时 美国肯定会压制俄罗斯的这些机动平台 假如俄罗斯与美国发生冲突 俄方将以最新的发展获得重大优势 消息报表示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负责人谢尔盖 切美佐夫早前透露 F-550防空系统和以前同类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探测范围和射程更大更远 能够拦截任何目标 据了解 第一套F-550系统最早将在2025年交付俄罗斯军队 该系统可击中约600公里半径内的弹道导弹目标 此外还能够打击各种空气动力目标和巡航导弹